此五阶护甲 是我天星商会在某个遗迹之中得知 这五城竟有五阶护甲 我西北最顶级炼气师 也只是四阶啊 此甲虽是五阶 却有部分破损残缺 防御力只相当于普通四阶 残破的 难怪 难怪会拿出来拍卖 这等护甲破损 怕是整个五国的无人能修复 此包甲没有底价 价高者得 现在开始竞价 五十万元币 五十五万 六十万 此甲由星辰铁断走 且加入了顶级材料 天尘杀 工艺颇为复杂 虽修复难度颇高 但此甲阵纹还算完整 可修复至少八成 此甲我必得 我出九十万 一百五十万 直接涨到一百五十万 也太嚣张了吧 你讲不讲道德 原来是秦大使 难怪如此豪气 大哥 这小子拍下天三甲 肯定是怕五个队他下手 此甲绝不能被那小子得到 一百六十万 是朱虹志家主 这下要好戏看了 两百万 又加了四十万 两百一十万 是宋家宋哲家主 两百二十万 护修府的吴冷凡夫主 出天行山回外的三大势力 都加入竞价了 这是要掐起来的节奏啊 两百三十万 两百三十五万 两百四十万 三百万 这家伙脑子有病吧 有这么加价的吧 稍安勿奏 大哥 咱再不开价 此家可就要被这个小子派走了 那又如何 就算被他得到 昨晚还是得落入我朱家之手 更何况 此次有可能也和天行商会 联手 如果这是一个局 我三大家族不顾一切出价 岂非着了他们的刀 大哥英明 既然没人继续出价 三百万 那就恭喜这位朋友了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卖品 段会长说了 这天残甲秦大师不必付账 从担药货款中扣除便可 真结个完好 算是捡到宝了 这事 不用在意 我只是将磁甲简单修复了一下 修 修复了一下 修复了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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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拍卖的 是本次拍卖会的压咒物品之一 这是 此乃血灵火 虽幼火名尚无法确定 但其品阶至少四阶以上 四阶血灵火 这可是天才一宝啊 怎么回事 气息怎么突然变弱了 此火气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 弱时 连一阶妖火都不如 强时 便是四阶玄机武者 一毁心计 无法接近 我查阅了大量典藏书籍 都未能找到此火来历 但无庸置疑 此火绝对是四阶之上的异火 否则不可能拥有如此可怕的气息 由于此物是他人即拍物品 根据对方要求 此火没有底价 价高折得 现在拍卖开始 气息时刻变化 难道是传说中的清廉妖火 waa